讓他心率不整 不要產生的東西都很貴啊 那除了吃藥之外 就沒有其他的辦法了嗎 有沒有其他的辦法來幫助這些 新的或是你的經驗裡面 比較好的方式 對心臟衰竭的病人 除了口服藥物之外 我還是要先把剛剛LVID的這個東西 先跟大家先讓大家了解一個概念 當一個人會需要用到這個的時候 通常都是已經準備要做換心的動作 也就是說在換心之前 它可以維持它的 都是暫時性的 那當然我們在那個醫界裡面 也曾經有一位很好的醫生 曾經有過在危急的時候 靠這個東西一直到 到他能夠做換心 然後把生命挽救回來的 這個案例 那當然就是說 除了藥物之外 其實所有的心臟的衰竭的這個地方 我們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的原因一定要找出來 你如果原因沒有找出來的話 你只是去治療心臟衰竭的症狀 其實有的時候是被公辦 那假設說他已經是心肌梗塞後的 他已經知道原因了 那心肌梗塞後 那我已經是心臟都壞死 或已經成了定局了 那我怎麼辦 我還有其他辦法嗎 你要知道就是說心肌梗塞之後 如果他是已經壞死的範圍很 已經很明確了 那剩下的地方 生命總是會想辦法去保護他自己 那個時候你可能會需要就是讓他 剩餘的地方發揮最大的功能 就是發揮最大的功能 最大功能 那當然有時候用一些藥物 那我們通常 像離陰床上面會需要用到像那個主動脈氣球 Pump 這些東西都是暫時性的 幫助你的心臟 能夠減輕他的工作負荷 一直到他能夠壞死的心臟的肌肉 或是奄奄一息的心臟的肌肉 慢慢回復回來的時候 他才有慢慢增強他的收縮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個輔助的東西移除掉 那最主要的最主要的 還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用藥不用急 氣球Pump 或是任何的輔助的東西 都是暫時性的 你不可能用這些東西 來幫助這個心臟永遠 除非你把心臟整個換掉 已經壞死的心臟 如果是因為心率的問題 就解決心率問題 可能要放上心率調節器 或者是心臟內的電極器 來幫助你的心臟能夠控制穩定 如果你的心臟是其他的問題 比如說瓣膜功能不好 你換瓣膜 或用導管式的植入式的瓣膜的替代 取代的自換素也是一種方法 那如果說是我是一個心臟肌肉發炎 比如說我產後急性的心肌炎 那這個時候你就是用藥物 讓你的心臟有緩和休息 復原的機會 如果是一個濾過性病毒的感染 或者是一個細菌性的感染 造成的心肌炎 你也要讓它能夠有機會 慢慢的從感染的狀況之下緩解下來 那當然也有些人是先天性的 心臟本身就是沒有力量的 那沒有力量的 你也就是一個支持性的療法 最嚴重的你沒有辦法用任何的藥物 就是考慮做心臟的自換 心臟移植 對沒有錯 所以這個就是要等待換心的意思 那我現在知道國外有一種 比較一種另類的研究 就是說打一個幹細胞 那因為幹細胞就是像台灣衛福部 已經合法過兩年多了 你其中裡面那個周邊血 CD34的幹細胞 本來是用在中風 下肢循環缺損 或是其他的皮膚上的疾病 那國外的研究最新有用到 從我們的周邊血的幹細胞 去從冠狀動脈打進去 或是從心臟直接打進去 讓壞齒的細胞 跟這些幹細胞 產生一個融合 以及自換 轉換之後 它可能會有一個比較新的細胞產生出來 讓它重生再生新的細胞出來 其實幹細胞在對於這些肌肉損傷 或是神經損傷 現在的目前都未來的希望 其實都是依靠幹細胞 能不能對這些還想換心 但是等不到心臟的病人 你都可以做一個輔助性的治療 其實這個衛生部 在兩年前核准的這些幹細胞治療 很多的醫學中心 已經在這一塊做了很多的布施跟研究 所以也給大家一些心臟衰竭的病人 另外一線的生機 所以我今天覺得心臟衰竭這個議題 對我們來講 每個人這個心臟用久了 都會產生一些老化變化 總有一天心臟就會在很多繁重的工作之下 讓你覺得它已經是鞠躬進翠了 所以我覺得還是希望大家一句老話 好好保護你的心臟 那節目結束之前 我還想問一下徐苗醫師 你對一些新的高的科技 或是新的展望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對這個不要想花那麼多錢的人 或是怎麼樣 以你的經驗來講 對我們的心臟衰竭的病人 有沒有什麼樣的叮嚴跟建議 那張院長是幹細胞治療的一個處鞘 相對的其實我們有很多的醫師都希望 藉由幹細胞的治療 可以用一個最簡單 不需要讓一個患者到最後變成換新的這種狀態 可以讓他在早期的時候 重生新的心臟細胞 那麼在很多的動物實驗 我們也看得到有很好的結果 這也是已經通過衛福部 可以從這個方面來做心臟衰竭的治療 我相信這是指日可待的 將來我們可以藉由這些方法 來讓我一個受損的心臟 慢慢慢慢慢慢的自己的 恢復到一個比較好的功能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對於他的家人 對於社會來講的話 都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事實上我們也看過很多 也有人去做這些治療的 效果不會比別的 其他的方式要來的差 所以我還是滿期待這個治療 能夠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 大家能夠做一個標準的治療的話 也許是一個滿有發展的一個方向 對因為我跟徐米奧醫師啊 我們對幹細胞對未來的治療都充滿期待了 事實上我們對這個幹細胞的都有滿懷的興趣跟希望 那如果你覺得你有興趣想要知道更多資訊 你可以到仁愛醫院找徐米奧學醫師來給他探討 幹細胞對你的心臟是不是可行 當然你也可以在我們節目底下留言 留言到我們E-mail 我們有些新的資訊 新的這些科技有關細胞治療的 包括不僅是心臟的 我們以前曾經講過神經的損傷 包括中風阿滋海茂症 巴金盛視症 小腦萎縮症 或是脊髓損傷症 這些過去包括我們今天所講的 心臟衰竭或是心肌梗塞 心肌細胞 這些疾病在過去 醫生都已經束手無策 所以全世界的科學研究 其實都寄望在細胞治療正面 所以今天我希望這一集 能夠讓大家獲取到更多的醫療嘗試 除了在傳統的醫療之外 你當然一定要規則到 新團科醫師 徐米奧醫師門診去 每個禮拜每個月 讓他看一看 你這個情況還好 他會幫你做一個非常好的處理 那當然他也會給你一個很多的資訊 讓你做參考 所以我今天節目 希望對大家 除了傳統的醫療之外 新的科技能夠給你一個 比較震撼的資訊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也謝謝各位大家的支持 今天的節目都在這裡 感謝各位我們下次再見 希望大家及早認識 預防醫學 早日做好養生保健 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 所有重要的日常健康生活保健常識喔